听我这嗓子 杨康了 这个烟九尔嗓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阳后抑郁 行为大家尽快过去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不平凡的2022就要过去了 真是大起大落 那些能从危机中抓住机遇的朋友 你们拿什么犒劳自己 或者愧赠亲友呢 神舟14号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陆 三名宇航员平安回家 中国航天跑步进场 人类探索太空进程加快 说到探索太空 不得不说欧米加超霸 从1965年起 欧米加超霸万表就被NASA选中 成了NASA所有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 唯一指定万表 不说NASA了 今天我们要说这款欧米加 比这段历史还要早 超霸五期不明思义 欧米加超霸参与了 人类太空探索的众多重要任务 包括迄今为止六次登月壮举 一说到登月就想到超霸 超霸甚至有月球表之称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超霸五期 跟月球表是什么关系呢 这么说吧 超霸五期是第一代超霸 而月球表是第四代 选购超霸五期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话题有点大啊 我们不妨把问题分解成这样几个 一欧米加这个品牌怎么样 二超霸怎么样 三超霸五期值得买吗 先说说欧米加怎么样啊 按照瑞士钟表产区说 欧米加属于博尔尼产区的品牌 这个产区是瑞士钟表的中间力量 这个产区既有法语区的高级制表传统 又有德语区的机械制造和对品质的追求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传统 决定了其产品特性 精准耐用可靠 再说说超霸怎么样 1957年欧米加要造一款具备防水性能 独时清晰 使用便捷而且精准卓越的技师腕表 欧米加自己都没想到 这款表从此改变了品牌的历史 超霸腕表革命性的将侧速刻度移到表圈上 之前都是印在表盘外圈的 看起来很费劲 创造了技师腕表的全新风格 腕表搭载欧米加321机型 被倒住轮 结实可靠 走出精确 关键是 兼具传统的美学设计和精湛的制表工艺 欧米加的本意是把超霸打扮成一款 为专业研究工业发展和体育运动而设计的 新型技师腕表 没成想 超霸腕表一文是 专业赛车手一路狂喜 它那种结实的构造 在能抵御震动和碰撞的同时 还能保持精确的技师 五六十年代 能玩赛车都不是怂人 当然现在也不是 钱不是问题 就看谁能给他们造赛车表 测速刻度 从表盘挪到了表圈上 直径大了 更容易读数了 赛车手可以比以往更轻松地读取圈速 上面这些功能 在当时来说是前所未有 不论在设计 耐用性还是性能方面 超霸的表都是一副重要革新 除了赛车手呢 还有一类人喜欢超霸 那就是飞行员 飞行员 飞行家有着贵族的血统 一战之前代表民族国家参战的飞行员都是贵族出身 这就好比当年的骑士 至少能置办战马和兵器才能成为骑士 骑士的传统后来以赛车手飞行家飞行员的身份延续下来了 机舰赛马赛车飞行都是贵族时尚 这下好了超霸成了飞行员的选择 某国空军飞行员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在超霸 他们中的好多拔尖的飞行员后来成了乙航员 接下来咱们说说超霸武器怎么样 超霸为赛车而设计 又深受专业人士的喜爱 对称表壳直表尔原创的扩建指针 不仅是第一款超霸也是世界首款在表圈上刻有测速记的即时表 复古优美原汁原味的造型 纯正的超霸血统可以说是经典回归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欧米加超霸的进化 可以用螺旋式上升来形容 这个螺旋的原点是1957年的超霸 而今年的超霸武器则是在保留纯正血统的基础上 经典回归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说说超霸的严格 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螺旋式上升了 第一代超霸也就是超霸武器的原型 是对称表壳 扩建指针 三二一机心 第三代超霸万表 经过NASA的测试和认证 指针变成了剑形指针了 第四代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月球表的超霸 非对称表壳 表盘上运有professional字样 练带仍式与骑式 1968年 超霸改用861机心 在中间出了无数的变款 这里就不细说了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说不定可以出一期超霸大全 2018年CK2998线列码万表 用的是1861机心 回归对称表格了 2019年 阿波罗11号万表 登月50周年纪念 用的是3861机心 2019年月球表的321博金款 321机心带导租轮 2020年月球表321金刚款搭载 副特的321机心表格回归对称 初代链带造型 但指针仍是渐行指针 那么是买月球表还是买超霸武器呢 如果你想要最正统的超霸 那毫无疑问选超霸武器 因为它身上有纯正的超霸血统 是第一代超霸的原型 配备了最高标准的机心 初代木超霸的设计都在这里了 对称表壳 直表耳 表壳 包括链带的做工 比初代部那也是明显提高了 实行链带 唯一的区别是 超霸武器 将初代超霸的3个小表盘 融合成了两个小表盘 首次开创了12小时计时 和60分钟计时盘 合并在三点位 增加了日历 表盘更简约 在复古的韵味上增加了现代风格 这款超霸武器的机心 是欧米加9906机心 导度弯 指针天文台认证 动力是60小时 之前的1861 3861机心都是48小时 这相当于装配了最新款发动机 和底拔的大牌古董车呀 2019款月球表321博金款 它的321机心 为什么深受收藏家喜爱 原因之一就是一体式导度轮 这对机心结构的精细程度 和制表工艺要求十分苛刻 这也大大提升了机心的技术价值 所以深受万表收藏家的喜爱 那么现在超霸武器的9906机心 也是导度轮 是欧米加最好的机心之一 因为这款机心 符合METAS认证 认证标准高于瑞士官方天台 COSC标准 还有规制群众组件 防磁达到了一万五千高斯 油丝的等时性更好了 这个机心是基于欧米加最新 最先进的机心平台的 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兼顾了 手中上弦的需要 所以没有自动坨的遮挡 通过蓝宝石后背可以欣赏到 机心的精密结构和做工 而且表壳还薄 加板打磨用了螺旋放射型波尔打磨 我们家特色 超霸武器不是单纯的复刻 它是内外兼修的升级 下面看看上手效果 纯正的超霸血统 正统复古的外观 还有这高规格的机心 厚度控制在13毫米以内 很显高级 对称表壳 直标尔设计更具现代感了 戴在手腕上很服贴 造型经典 比例和谐 说会到年尾送礼或者犒劳的选择 犒劳自己也好 馈赠亲友也罢 牌子权位 品质好 又有高大上的技术文化传统的表 是最稳妥的选择 不管你是骑士精神投射 还是赶上九天揽月 超霸武器有最纯正的欧米加超霸血脉 是最正统的超霸 配备欧米加最好的机心之一 设计升级 保留了贵族血统 机心和表壳的做工 是经典的豪华运动表的水准 下得赛场 上得亭堂 OK 欧米加超霸武器就先说到这 你们怎么想把你们意见打出来 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